今天我要用马铃薯和南瓜 做两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可以当点心也可以当正餐配饭吃 可以一个接一个吃不停哦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 我是Kissing 巴辣妈 爸爸我是小元宝 现在就赶快来用马铃薯和南瓜 做这两道素食加肠菜料理吧 拜拜 准备两颗马铃薯 把马铃薯削皮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加肠菜的食谱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加肠菜料理新食谱了 把马铃薯对半切 把马铃薯切片 放入盘中 准备拿去蒸 外锅倒入一杯水 盖上盖子 按下电源 准备半颗南瓜 把南瓜的种子去掉 用汤匙刮 把南瓜削皮 把南瓜切一半 再切一半 把南瓜切片 把南瓜放入盘中 马铃薯蒸好了 把马铃薯取出来 外锅放入一杯水 放入南瓜蒸 盖上盖子 按下电源 把马铃薯压成泥 都压成泥了 可以了 放入五汤匙的高筋面粉 五汤匙的玉米粉 半茶匙的白胡椒粉 四分之一茶匙的玫瑰盐 把所有食材拌匀 搅拌均匀了 现在可以来搓揉成型 撒上些面粉 放上细胶垫 手沾点粉 把它搓成长条状 先切一半 切小块 取一个马铃薯面团 搓圆 搓圆之后压扁 像这样子 马铃薯面团 都压好了 现在在上面 撒上一层面粉 再用叉子 轻轻的压出花纹 锅内放入多一点的油 放进来炸 拌一拌 让它颜色均匀 油的颜色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可以先取出来 因为放进去的时间 速度不一样 这边也差不多可以了 关火取出 都变成金黄色了 关火起锅 南瓜 南瓜蒸熟了 取出来 把南瓜压成泥 已经压成泥状了 可以了 这南瓜的分量比较少 放入三汤匙的高筋面粉 三汤匙的玉米粉 一汤匙的白糖 把所有食材拌匀 准备一台热压吐司机 没有热压吐司机的朋友 可以用平底锅来煎 刷上一层油 刷上一层油 上面也刷上一层油 把搅拌好的南瓜面糊放进来 把南瓜面糊铺平 把面糊铺平 把面糊铺平 可以了 盖起来转五分钟 时间到了 我刚刚多烤了 我刚刚多烤了两分钟 给大家看看 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很漂亮 赶快取出来 好 炸马铃薯饼非常香 好吃到一个接一个吃不停 南瓜QQ饼外层焦香 涂上草莓酱 吃起来很清新的感觉 两道都好好吃喔 欢迎免费订阅我的做菜主频道 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 按赞留言分享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我们下道料理见 拜拜 这样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要以来 看不久 你 那 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